游泳收心下 大家好 我是游泳 2月9日我们迎来狮子座满月 带来一种矛盾的心态 到底是以集体利益与集体表现为主 还是突出个人荣耀为目标 这段时间你可能感到自我表现与群体价值的私扯 也是你从群体利益中回归到自我的时候 总终寻找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寻找自身舞台才是最为根本 重点影响的星座有 水瓶座 狮子座 金牛座 天秤座 接下来看一下本次星座对12星座的具体影响 参考上升与太阳星座 斑羊座 对你来说满月主要带来恋爱子女与人际方面的影响 有些人可能会经历人际关系的变化 子女诞生 或是恋爱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是分手就是进入更深度交往的阶段 适合你客观的定位自己价值 用幽默随和的态度进入更多关系 金牛座 你需要注意家庭关系 家人与房屋状况 满月可能预示着你房租较到期 某个房屋的事项就快进入尾声 此次满月给你带来内缩的能量 让你不要过于急于表现自己 退回安全范围内观察局势 双子座 你可能感到理念上的思扯 表面上你更客观友好的倾听与学习 可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某个深层的信念 你可能学习考试进入了尾声 旅行给你触发许多感悟 思考与学习 摸索自己更内扎的想法 巨蟹座 你可能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 尤其是现金与投资 付出与回报方面的考量 满月有助于你更理智的思考自己所有的程度 力所能极得范围内考虑投资 合作 理财 红利 遗产等相关事物 狮子座 满月促使你思考许多许多 也许你一直因为跑业务 拉关系 谈感情 迎接不暇 忘记考虑自己的事物 那么此次满月就是你从中秋离开来 重新面对真实的自己 倾听自己的想法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处女座 满月给你带来强大的心灵能量 你的直觉从未像今天一样突出 可能有许多灵感 梦境产生 也是你从繁忙工作与日常事物中 回归到心灵世界 清理一些负能量的时候 天秤座 你很关注团队是否和谐 与有人的简单问候 让你的生活别有一番滋味 有些人感受到朋友的疏离 一些关系淡趣等 你更容易用冷静的心态去表达 维护别人与自己之间微妙的距离 也不至于过分沉浸某些个人嗜好中 天蝎座 对你而言 家庭与个人发展的矛盾是最明显的 你要避免投入工作状态 而无法照顾家庭的需求 失衡将导致故此失彼 或是感到自己想法不被家人理解等 你可能有上司的更换 事业上一些旧的项目告一段落等 受到预示着 你将要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留意长辈关系与健康 瘦手座 你有些想法无法理清 甚至容易分析 你最近身心能量十分活跃 有助于推广 沟通 学习的事项 但容易被一些遥远宏大的目标和理想所打乱 你可能在学习方面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或是旅行告一段落 得到某个消息 拿到offer与证书 获得某个学位等 对一部分人来说 这是适合考虑自己当下理想是否实现的好机会 表达应更客观的进行 摩羯座 你对自己目前财富状况更多了份理性的观察 如果你参与合作事项 满月对你而言可能是关注他人利益 可观思考的一天 你可能有一些账款的收入 比如投资分红等 但不易盲目开始下一轮理财计划 尽管其变 你应该检查自己的资金流转 信用卡还贷等是否到期 水瓶座 你仗助于利分一半给他人 也许你很有自己想法 满月期间你开始懂得同台演出的重要性 你在关系中的表达很有感染力和创意 但你会在人物关系上感到矛盾 需要平衡好彼此的地位 双鱼座 本次满月适合你安排自己生活 调整作息与习惯 需要生息 而不是争强好胜 部分人工作进度进入伪生阶段 某些项目即将收尾 你需要用平静的心态 面对挫折与一些不友好的人 有些人可能有些同事变化 辞职等 我需要用平静的心态